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要面对成本上涨 价格下跌 进口农产品威胁 农民的辛苦 即使你不到基层去亲身感受 看报纸你应该也会知道 决策者要体会人民的困难 痛苦 并且诚心为他们设法 提出解决的办法 不是在民调告急的时候才有反应 蔡英文说 马英九对老农津贴的决策反护 跟两岸和平协议过程一样 缺乏通盘长远的思考 变来变去 很难让人民信赖 对政策反复 政府应该要有人负责 蔡英文说 马英九执政没有方向感 民进党不提他就不做 除了老农津贴之外 如果民进党不提十年正纲 马政府就没有黄金十年 如果民进党不反对国光实话 马英九也不会改变决策 如果民进党不提2025非核家园 马英九的绿能政策可能遥遥无奇 如果执政者没有方向感 别人不讲 他们就不想也不做 那不如换人来做 让有想法的民进党来执政 你要想想的比较稳 如果民进党不提他一定不做 那么蔡英文今天怎么说 来我们来看复试 老农津贴从加码三百一十六块钱到确定加一千 马政府政策大转弯 前后态度差很大 民进党批评马政府都是为了选票 决策者要体会人民的痛苦困难 并且诚心地为他们设法提出解决的办法 不是在民调告急的时候才有反应 第二点 当民进党基于对农民的体恤 提出老农津贴提高一千元的时候 国民党不仅是强烈反对 坚持只能调三百一十六元 甚至于拍广告批评民进党 当初国民党的普愿党共同决策 并且由马总统亲自拍板对外宣布的政策 现在却一夕翻盘 180度急转弯 这证明了国民党的执政 是满朝文艺不知民间其苦 决策反复 人民要如何来信赖 这是今天 大家看看 这是今天中国十步 一般头条 老农津贴调涨一千块 这是今天他的联合部 老农加一千块 社会福利制度化 你知道吗 那时候民进党说要钓一千元的时候 他们谁谁谁谁谁谁 这是联合部的社论 社论 政客不要再挟老农为选举仁耻 马政府这次决心要摆脱恶性下沉的漩涡 不仅为谁民进党喊价的魔棒起舞 还在坚固公平精神及国库收支的前提下 设计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调整机制 马政府这项决策 除了让更多弱势民众分享社福大饼 最大的意义是打破政客叫价的恶职风气 让政治投机客无法再贾借老农名义 遂行个人政治目的 下次听的竹笔 我看那张布爪把它吞下来 就叫他布爪把它吞下来 过来 马英九坚持做对的事 让民众感受到执政者的诚意跟智慧 那才是真正的南海策略 这次老农津贴制度化方案 366块 跨出了勇敢明智正当的一大步 值得肯定啊 可怕啊 我建议这个布爪 明天这小人再吞下一次 民进党跟国民党 再吞下一次 这样符合媒体是社会公器的一个立场 同样的标准来解议民进党跟国民党 其实这个问题 明天这小人不知道怎么吓 是啊 再吞下一次就好了 我就会怎么吓 大家记得吗 我之前公布过我们民进党的民调 说我们台湾的社会 赞成军工教 赞成这个老农津贴制度一千的 民调里面有67% 其中军工教 那些少年 尤其在北部这些所谓的这种 中产阶级还是这些劳工阶级 这些所谓中间选民 这些赞成的比例都超过67%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老农津贴 这个不是一个照顾农民的一个政策而已 这个是一个公平 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议题 所以这个军工教的朋友也支持 大家也认为说 这个农民要来优先照顾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台湾社会 这个可爱的这个地方 我听说国民党 他们本身来自己做一个民调 其实这个素质跟民党做的也差不多 这换一句话说 民进党跟我们大法在这里 说老农贴制度一千块 你看我们说多久 我们说都不好 是 你越说越来越给你改 现在 府院当日一个月前 又跟你说怎样呢 说他们府院老力激荡粤鱼 像一个月呢 这专家这满朝文武 像一个月 做一个角色出来说 欺三百十六块 又跟我们说这叫社会公平争议 信赖保护 选票不要操作 是 这叫今天对民进党的政策 对着走 所以播头回来说 国民党对 Luke 这次嘴巴说现在都要一千块 你说什么 说没有 那么马总统 两天前 接见杨玉新 杨玉新让马总统建议 说老农贴今天要赶一千 今天所有工资都要装安装 杨玉新大家都很轻 treball 他不就是我天也一定穆 但是我ican 这个不是杨玉新的考量 他今天自己很多报纸 包括联合报都在讲 是因為藍營的人士發現說 左水西藍 農民的選票崩盤 這是雙氣的科路嘛 第二 我也沒想到是楊玉鑫 馬總統有沒有去見陳寅柱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判斷不會是楊玉鑫 一定是主頭的影響 怎麼說 你做頭髮說你看這個民調 現在差這樣要開 整排都不要開 不知道要怎麼開 我說換世啦 所以這個是純粹一個選舉考量 選舉前做那麼大的一個班轉 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選票 但是我們其實 對於國家領導人的一個標準 應該是比較高一點 馬總統你這幾年 到底是有照顧農民的生活嗎 這比較是我們的問題 有改善農民的生活嗎 你如果說今天農民的生活很好 收入都淺加 民進黨可以說一千塊還是農民要求一千塊 這樣不理 農民這幾年加護所得 民進黨在接種94萬 我覺得農民有辛苦不辛苦 我不知道 馬總統很辛苦 薪水加萬個 那是什麼 健前 5萬變50萬 4萬變50萬 計46萬 所以我們今天 他的國家位 對3千萬變4千萬 總統你辛苦了 對啊 所以英九兄 你辛苦了 所以我覺得總統在做決策 其實應該把人民的福利 放在最前面 優先照顧弱勢團體 不應該把弱勢團體的這些農民 當作人舉 去做選舉操作 國國再來看 剛才看聯合部的社論 現在我們看總統是沒有的 總統是沒有 十月十四你會記得嗎 民進黨要求加一千 二職加碼文化 拖垮國家財政 這進一步敗壞國家財政 非常不負責任 再來 形同騙選票 將債留子孫 非常不道德 楊智良說出了一般民眾的憤怒 現在人變成憤怒 加碼騙選票 只會脫狂財政 非常短視 而且遏止的做法 現在馬總統 為什麼你也要遏止了呢 如果照這樣的講法的話 那照理講 民進黨應該這一個月 民調應該狂調啊 照理講 堅持做對的事情 馬英九應該民調上揚 現在最主要就是 馬英九知道自己 真的很有可能選不上 所以他很緊張 下猛藥 但是我說你政策反覆也沒關係 我們今天看的是一個 態度的問題 你想不然叫你出來 要先認錯嘛 要道歉嘛 要為你過去說的話 至少說對不起 我過去的認知錯誤 政策錯誤 什麼都沒講 然後政策這樣反覆 其實我要講 我覺得今天最可憐 也是讓大家最遺憾的就是 社會上一張形象牌 楊玉欣 竟然就這樣 又被國民黨消費掉了 我不相信 國民黨是因為楊玉欣的一句話 那一定是他內部做選情做評估 發現說 不對 這樣很危險 結果把楊玉欣 你看 都還沒就任 就已經開始在消費 這部分區的形象牌 我覺得馬英九 這個所謂的部分區的形象牌 真的就這樣子被詆毀掉 很可惜 第二個 我提醒大家 不是馬英九這樣發發 錢就敗了 明年總預算到現在 到底這個預算會不會過關 我們要看 12月14號之前 國民黨願不願意通過這些籤塊 要求 因為這會期就要審刷 當然要求 這會期就要審過去 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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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到 我們要不要再看 報告 審查一下 要過了 就以為明年真的加碼 沒有 他現在只是在喊價階段 到最後還有 柴委協商還會有變數 所以我說 大家 與其讓國民黨這樣幹的話 不如真的讓民進黨歧視多一點 讓民進黨來替老農的福利 替老農的津貼來加碼 來 來 博文 看一看,那時候加三百十六塊 聯合晚報的特稿是什麼 總算終結了選前瞞天喊價 大選當前,執政黨願意以負責任的態度 正面處理這個基手的問題 值得多數選民按個讚 你現在要按他什麼? 看,看 你看,看 社會更出現反對發津貼買選票的理性呼聲 理性喔 因此馬政府這一條線畫下去 考量的不只是農業選票的官網 更要拿掉在野黨操作族群矛盾的選戰地雷 馬政府的最後方案或許輸了老農票 卻有機會爭取更多理性選民的支持 看起來現在理性選民也沒有了 保育啊 明知社隆我保證你說 這是社會公平正義 怕你理性啊,你說 現在說一聲也是公平正義 你看看,怕你已經是先出來了 明知社隆十幾公 那時候公平正義 現在說是公平正義 這時候這樣 這個無論你這樣說 怎麼這麼說 3.16符合社會公平正義 哪裡去做一個 我說 保證百分之百 不是因為楊毅欣 這個主播說的為價一千塊 是為了楊智良 楊智良 楊智良說兩個爛黨 他叫我既然爛了我們就爛到底了 反正大家都爛了嘛 不然他爛什麼 會去教這種問題 我們看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每次經驗 馬英雄沒有一次要聽進去 一直跟你經驗 你一路拜託、期待 一路不相信 這次 有喔 如果你叫他陳文雄說 要落台 他就不會落台 好,現在我就跟你講到陳文雄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官是這樣 他怕你跑去台東 那些人在慈喪 說去看那些車子 說叫水淹去 很好心 很感動 說大家再加多少錢 把他收購來補貼 銀酒薄到一口 他不去山裡看 那個雷山那裡 那裡沒沒出去了 不去雷山看 銀營是麻麻 他不去看 他怕你跑去台東 總統在選佈一千塊 他不可以乎起來 有這種政府官 所以楊武雄 你不要實質給大家 你再拗下去 農民看到你會感動還是會感動 是 這是今天 聯合報說什麼 說地方勝傳 三百十多塊出來 國民黨的農民票就放在 徐老師 現在加了一千塊票就回來了嗎 同意 我覺得聯合報應該講說 這些農民不理性 這個老農票不重要 因為有更多怎樣 理性的選民 理性中間的選民 台北市的選民 新北市的選民會投給馬英九 對 按照聯合報 中國時報的社論 滿久的制度 應該是316一出來以後 一飛衝天 對 跟蔡英文應該拉開 有嗎 中間選民都會階級 理性的 對啊 如果聯合報 中國時報社論是對的 台灣選民怎樣 都看不清楚狀況嗎 沒有讀報紙嗎 他知道你今天會講他們社論 所以今天晚報社論說什麼 你知道嗎 好啦 給那名嘴罵兩天 挺過去啦 挺過去啦 同意 轉彎 聯合報還有記者自己弄網頁 一群記者說反對加一千塊 誰要加一千塊 拒絕投票給他 對 哇 報紙報社記者搞這種東西 我覺得那些記者明天寫特稿 看你們要不要投給馬英九 拒投馬英九 是 同意 不會啦 本來是社福喔 本來是講公平正義 我們講說你軍公教加三怕送 你沒有想到其他人嗎 其他人不是人嗎 我們那時候不是開始談這個問題嗎 當時你如果從整體來講 弘以 不是啦 從階級仇恨族群鬥爭 一直來講 那今天你為什麼要屈服 你今天為什麼要屈服 我覺得喔 國中大哥 我要重複國中大哥 還有我之前講話 馬英九你明天要出來道歉 這個事情喔 三個月前就可以解決 今天搞到這個地步 你害人害己耶 其實也不用道歉 因為一個月後就下台了 對啦 來 這是今天的中央時報 說 316怒火狂燒 桃竹苗藍軍重傷害 380元 你也客家人 這樣票就回來了嗎 不可能 不可能會回來 他這樣做這部狗事 只住已經流失的選票 但是這些票會回來嗎 不會回來 我看會失血更嚴重 為什麼 我看會失血更嚴重 有另外一部分的票會跑掉 照台大聯合報中國18的邏輯是這樣 加一千塊是不理性的 操作民粹 對 所以我堅持316 所以會有一部分理性的選民票會進來 對 我們用他的邏輯反推回來 他現在不堅持316 變成一千塊 他現在變成不理性 他不要理性的 對 所以理性的票就會跑掉了 對 以前跑掉的票會不會回來 不會回來 今天空邊北亞說得很清楚 他說如果不是民進黨在後面 一直堅持 國民黨還會加一千塊 所以你說空邊北亞可能比較挺綠 你去農民問看看 你去農村問問 加一千塊其實有很多農民已經說不夠了 加一千塊是不夠的 那是因為說 大家知道說 國家財政可能有困難 沒有我們 我們有些 我們也共體時間 我們加一千就好 你加一千塊 好像要吃吃去幫你搬 搬到最後你再給人 我覺得農民沒辦法接受 而且我覺得洪雨 我們根本不用擔心 明天中國蘇寶聯合報社論怎麼寫 因為校武編劇已經編好了 編劇已經 導演已經把這些人都叫來了 劇本明天就寫好了 明天怎麼寫 我猜明天中國蘇寶聯合報社論 根本不會寫這個 當作沒發生 一動作也沒發生 他就不要寫了 頂多讓記者去寫寫特稿 搞不好我覺得他會寫說 氣馬保送 對有可能 這個人仇恨 不過我要 對立 我要提醒 郭民黨 郭民黨的案子有牌付 我個人是反對牌付的 我個人是反對牌付的 所以這告示果要欺負 因為我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民進黨 黨團的態度到底是 有要支持牌付 還是要反對牌付 我覺得這告示果可以欺負 是 這個吳敦他 在立法院接受接受的時候 人家在想說 你選舉的時候 老農金要加到一萬塊 吳敦怎麼 他說 對手在說 我怎麼可以不對手在說 對 所以我知道明天不早的小論怎麼 老農金要加碼一千塊 沒有 都是蔡英文害的 就是蔡英文說 海馬英雄這樣決策 然後三百十六 買得到一千 所以我坦白講 這個我一直在講說 執政者 這個是心態的問題 你心中到底有沒有農民 這樣就說 農民像國東大哥在說 這樣 你給你奔 給你三百十六 你看大家愤怒 農民不高興 還給你一千塊 不會輸我們這樣奔 是 來 老師 教練方案頭到來講 馬政府你要體認到 越不理性 票越多 對 所以不是加一千 應該一千再加上 你原來的三一六 加一千三百一十六 票就回來了 教書太大了 對 我確實加到一萬塊 我說這不是錢多少 是後面那個道理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說 老農為什麼要加一千 是 因為軍公教跟營民都加 所以 所以 目的也蓋起來 對 目的蓋起來 軍公教跟營民在加 是 你說目的蓋起來 所以一定要加 我們就說 目的只影響到 那些人不應該叫老農 不是 所以老農要加 所以我們說 老農總是吃米酒而已 老農 人家拿米酒在那裡 我的意思是 我們那時候 最主要的理由 就是希望一個公平 都可以加回來 但是 他不在乎這個 他為什麼 他基本上 我認為就是 他想要照顧自己人 他認為時 他可能他撞不住 現在是撞不住 沒辦法不敢再加 是 他到現在的位置 他不是跟我們說的道理 他不是真的推薦說 這是社會公平 分配正義的問題 社會有一個人加 像另外一個人 同樣弱勢的人 你為什麼不可以加 是這個問題 他今天沒有在這方面 來做檢討 來跟大家解釋 說 我上面做不對 今天說一些 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說 不但要求他加一千 你不是要制度化嗎 連316一起加 明天再出來改一改 加1316 是 好 那麼 這個 老農金忽然之間 對316變一千 今天又說 忽然之間 文建會主委聖智人下台 馬總統說 因為 人家約3千萬 是來觀感不好 我想請問 馬總統 你這樣花錢觀感好嗎 你花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報告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好